我感觉她根本不爱我 或者说她从来没有爱过我 这段恋爱我谈得太辛苦了 她总说我不爱她 平时对我还诸多要求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为什么非要让我为她改变呢 不爱我却要逼着和我结婚 我真的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我们周围的朋友都结婚了 要是她不想结婚 我何必在这儿和她浪费时间 有请这一对有请 李先生 22岁来自河南 春庆主持人 有请小李 孙女士 21岁来自河南学生 有请小孙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 你好 好 说今天两个人是来提问 这种回答的 是吧 谁先提问啊 我先提问吧 问吧 我感觉他这个人不爱我 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他现在已经是大肆了 可以说是时间非常的宽裕 但是在我们没有来到这个节目以前 我们两个已经 两个星期没有见过面了 在我空闲的时候 我都会主动给他发信息 然后呢 说一大堆关心他的话 然后比如说 亲爱的 吃饭了没 亲爱的在干嘛呢 现在今天忙不忙 我们聊天 看视频打电话之类的 然后呢 他就是简单地回复一句 嗯嗯 我就真的感觉到非常的伤心 我知道因为大肆忙 毕业论文这些的 可能是真的挺忙的 所以说呢 他白天忙 那我就晚上 十点给他发信息 他就回复一个 太晚了 我要睡觉了 那行 反正咱是男孩嘛 他可能也确实是真的忙 对不对 我就再提前一个小时 我就九点给他发信息 但是呢 他九点还是给我回复一句 太晚了 我要睡觉了 没事 这还没事 我再提前到八点 因为咱是男孩对不对 主动联系他 是咱的本分 我就八点再给他发信息 然后呢 他没回复 到了九点到十点 他才回复 直接就回复了一个 太晚了 我要睡觉了 我就感觉他真的不爱我 我感觉就是热脸 有种贴到冷屁股的感觉 哇 给做个回答呗 那也不是没回复呀 你问的我不都回复了吗 而且我觉得打字的视频 这些都不如直接见面来的时机 那你想我不能直接来找我吗 哎呀你可别说我来找你了 你一提我找你 那我真的可生气 我不是平时我自己有辆车吗 然后那我爸的车 肯定比我的要好一点 然后我想着就是 开着我爸的车去接他 这样呢就是开好一点的车 让你的同学看到 也会让你感觉 还有一个这么优秀的男朋友 让你的内心有一点那种舒畅的感觉 可是你呢 他就一直说我显摆了 然后装蒜 为此我就感觉到真的非常生气 不是 难道你不是装蒜吗 我不是装蒜呀 你看 开你的车不就得了吗 为什么特意挑一辆好车呢 你看 咱就抛开他不说对吧 我开着我爸的车 因为他是我爸呀 开着我爸的车 那我感觉我舒服 对不对 行 今天姑娘怎么个想法啊 怎么个意思啊 他自己有车就开自己的车吧 还非得刻意地开他爸的车 我觉得他就是在显摆了 所以你是不太喜欢那种炫是吧 对 而且同学能说闲话的 那行 你看啊 既然你不常联系我 对吧 然后说我显摆 这些没事都能忍 关键是他不关心我呀 就比如说前阵子他跟我在一块嘛 我说 亲爱的 我现在可难受 你带我去医院看看病吧 然后他说 看啥病啊 睡觉就好了 这是他说的话 你想一下 如果是就是别人的女朋友 对吧 其他女孩 他会说 亲爱的宝贝 你怎么样啊 要不要吃点药啊 对不对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呀 谁的女朋友是这样的呀 就是我感觉随便换一个 都是这样的 但是他就是非常不关心 行 还闹关怀是吧 对对对 觉得女生对你关怀不够 能不能关心我一下啊 为什么不能呢 姑娘 我当时就挺忙的嘛 大肆嘛 急着找工作什么样的 压力也挺大的 那你这样说 你既然说关心我 好 第二天我还是浑身难受 就是一直头晕 真的浑身都使不上力气 我说 哎呦 我求求你真的和我去看看病吧 求了很久 他终于就是勉勉强强地 和我去看病 到了医院以后 他还是一直玩手机 就是心不在间 我感觉他真的就满不在乎 然后没有一点点细心 没有一点点负责 医生开好了药单以后 让去急诊室拿药 那你就去急诊室呗 他跑到了门诊室 我就真的感觉他很搞笑 一点都不负责 医院那么大吗 走错一个部门也没什么 是吧 姑娘 对 而且我也不熟悉那里 那你不熟悉呢 为什么一直玩手机 我不是在玩手机 我在找工作 投简历 那工作重要还是我重要 我觉得都挺重要的 都挺重要的 你看 他一说这样的话 我真的就很恼火 如果你感受 那我肯定 哎呀 走 咱去医院 那我肯定关心的会到位 对不对 他没有关心 他还说睡一觉就好了 他说类似这样的话 你姑娘不是强调 现在是特殊时期吗 要毕业 对吧 平常也不是不关心 是这意思吗 你以为不关心我的 就这一件事吗 还有其他的 你看啊 就比如说 我平时出门 我都会给他说一声 然后我想着工作一天 然后赚些钱 给你买点好吃的 让你开心 你呢 就随意地简单一句 好 就回复一句好 真的彻底了 打消了我的积极性 不是 那不然呢 要回什么呀 那不是平时都应该说 谢谢亲爱的啥的吗 他就是只回复一声好 可冷淡 你男朋友心里可细腻了 你为啥只回好呢 觉得我在忙 就回个好 他知道了就行了 而且情侣之间 不用那么多问候吧 那还有平时 就是你看啊 我四五点钟回家 那你不发信息 问一下也就算了 那我八九点钟呢 信息没有 电话也没有 凌晨一两点呢 信息也是没有 那如果我是在外面 出了啥事的话 那恐怕你也不知道吧 那你真出事了 警察该给我打电话 那我告诉你 如果警察给你打电话了 我感觉这事都晚了 你已经就没有 这个男朋友了 你说我这么多不好 那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呢 你平时总是看不起我 对不对 我没有看不起你 你看我们两个 已经谈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我给你买过许多礼物 你为什么就是 一直说不好 就前阵子你一直抱怨我说 没有带你去吃过好吃的 没有带你去吃过有特色的 我就在晚上 一直找也找找 就是费尽心思 我终于给他找了一家 网红老饭馆 然后呢我带他去 他看到门口有一只苍蝇 然后就一直 哎呀你看你 然后带我来这么脏的地方 吃饭啥的 他就说这样的话 但是呢 我经过半个小时左右的安抚 终于把它安抚到位了 然后咱终于可以去点餐了 点餐以后 看到地面有一点点黏 哎就说 你怎么可以带我来 这种脏的地方呢啥的 就一直说 你这不是不尊重我吗 不是不尊重 你明明就是你抠门 每次都是带我来 这种便宜的地方 全是买东西 也舍不得买好的 上次我说 我喜欢口红 然后你就给我买了 我挺开心的 当我打开一看 全是那种 一看就是街边小店 买的几十块钱 一大盒子口红 这种我能涂吗 咱现在就是谈了 一年多的时间了 每逢节假日 我不管好的礼物 还是一般的 我都会给你买 那是我的心意对不对 我感觉贵在心意 心意到了 对不对 你得接受呀 哎呀这么细腻的一个男生 你看得上他吗 丫头 他就是挺好的 他挺上进的 但就是有时候婆婆妈妈的感觉 这两个人像角色颠倒了 每次送你礼物 对吧 你一直说不好 这些我都能忍 但是你说我之前 咱能不能相想想自己 咱俩谈这么久的时间了 你送给我礼物吗 他就我生日 发给我一个21块钱的红包 为什么是21块钱的红包 他说他赚了钱 他大学终于赚了钱了 他牛 他任性 就发21块钱的 他说我没什么经济基础 就自己赚的钱给他 他也不乐意 哎 这 这很好 很有意义嘛 那你不是说了吗 在心意不在贵重吗 我是不在贵重 是他先说的 对不对 他先说我送他多种便宜 你心里还有什么委屈的 还有 我有没有送过你贵重的礼物 手机我没送你吗 你说别提这个事 越提我越生气 我说买256G的嘛 内存大一点好用 他非得买64G的 你一个大学生 用64G的怎么了 微信啥的软件 你都能用 看视频也能用 也不卡啥的 我感觉挺合适的 再说256G的 它关键比64G的 贵一千块钱呀 说到底 你就是在乎那一千块钱 我不是在乎一千块钱 我感觉我给你买的东西 那你就得用 我给你买64G的 你得尊重我 对吧 那是我的礼物 是我的心意 游侠非让我买256G的 我没不想多钱 我一 我也不想多花钱 二 我感觉64G的 我就是得给你买 咱这礼物的事 就不说了行吗 你说其他的委屈还有吗 他还说我管他 管得比较严 他在学校上课 其实都挺悠闲的 就是每次去学校操场 看到一个小帅哥 来帅哥加微信 看到一个打篮球 打得挺帅的 来拍张合影 发个朋友圈 是这样吗 姑娘 那个不是不认识的 是我同学 我都跟他说过很多次 他还是这样 他每次发朋友圈 你知道吧 还有截图专门发给我 就是你跟同学的合影 你会发给他什么 对 不是更信任他吗 他还发到朋友圈里 下面配文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生活挺好的这些 生活挺好 没啥 不就跟同学照个相吗 他和一个异性 我天 我是他的男朋友 他的朋友圈 从来没有我们一张 秀恩爱的照片 和其他异性 说生活挺好的 我不喜欢秀恩爱 你不喜欢跟他秀恩爱 但是你发照片 说生活挺好的 你这不是让我吃醋吗 对不对 那是帅友谊 又不是暧昧 那我就是吃醋 在我这边是原则性问题 不行那就是不行 那你吃醋 你就该把我班主任 微信给删了吗 那我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 给你发信息 直接来一个在不在 我也不认识他 你也没备住 我直接拍的一下删除了 如果以后还有人这样 动不动给你发个在不在 还是陌生男人 那我来一个删一个 不是 你有什么资格 来一个删一个呀 不是 我是他的男朋友 那你也没资格 删人的微信 人也没干嘛 首先他是看到小伙子 就加人家微信 你是这样吗 看到小伙子 他是这个事情在先 没有 他就夸张了 夸张了 你这没有啊 人家说的都是同班同学了 你啥同班同学 他说的不是太切实际 我感觉 我手机里面 都有你的指纹 密码 还是你的声音 你还不相信我 不是我不相信你 真的 咱就提起这个不相信 你看啊 我以前就是 因为你一次你不出来 两次不出来 三次不出来 那你为什么要和你的朋友 第一天去吃饭 那第二天一起去逛街 第三天去旅游 你连朋友圈连屏蔽我也不屏蔽 你这不是让我生气吗 那我屏蔽你了 你发现不会更生气吗 而且咱俩的时间又对不上 我不是故意瞒着你要去的 你说就是咱俩没说好 然后你每次就是半答应 半不答应 也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拒绝 或者否认 然后我就自己开着车去找他了 我既然到你家了 那你为什么不出来 咱见一面 比如说吃个饭聊个天 对不对 然后就是开开心心的 你回你家 我再回我家吧 那你为什么就是一直不出来 为什么不出去啊 你也是这姑娘 第一她都没提前跟我说 她每次都这样 都是先胆后痘 然后我这样会纵容她 反正不是我的头 行 诉了这么多苦干嘛呢 想达成一个什么目的呢 就是让她改了 然后她现在主要是最后她 对 还有最后啊 说最后 最后她还逼我结婚 等等 谁逼谁结婚 她逼我 不是你逼她吗 她逼我 你为什么要逼她结婚呢 因为我马上就毕业了嘛 然后我觉得先成家再立业挺好的 而且我们身边朋友都结婚了 也都过得挺好的 我挺羡慕的 那就得问问你了 你是想跟她结婚吗 是啊 是因为喜欢她 还是因为别人都结婚了 你要结婚哪一种 都有吧 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一起奋斗 肯定会比现在更好 不是 那你就得给人解释解释了 你都要嫁给人家了 为什么人家去你家里 你不出来呢 我怕以后结婚后 她更这样 更逼我 她没逼你啊 人家不就 我谈恋爱了 我想你了 我就控制不住 我就飞奔到你们家门口去看你 你出来见我一面不就完了吗 她已经好几次这样了 而且每次都 那不就是控制不住 对你的思念去看你吗 哎呀 这姑娘挺有意思 我一直认为是 是她逼你结婚啊 对 我是受委屈的一方 你委屈啥啊 我刚才说的都是事实 都是她得给我道歉 道完歉你娶她吗 其实我和她谈恋爱对吧 也是奔着结婚去的 但是我们谈前期都是挺好的 慢慢地我感觉她问题越来越大 男生在心里觉得女生不关怀她 对吗 对 然后 女生冷漠她对吗 对 就是你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对吧 我的天哪 结果现在这小姑娘说 我毕业了她俩结婚吧 对 太意外了 那你娶吗 她现在就是 如果把这个不关心我 对我冷淡都改掉的话 就是还可以慢慢往下走 也不是娶 只是往下走 是这意思吗 是 就是慢慢带处处带结婚 着急嫁人了是吧 你喜欢她吗 姑娘 我喜欢呀 就喜欢一个人 你不想见她吗 但是她每次都 喜欢逼着我 强迫我 不是 没逼着你 也没强迫你啊 她不是逼着我出去吗 那就说明你不想见她 才用逼这个词嘛 你要想见她 哪有逼迫的意思啊 这太奇怪了 不结婚 再处着 是吧 就是想让她改一些 就是她的毛病 然后对我伤害 现在真的可难受你知道吧 难受就分手啊 分手那不是就是 有点舍不得吗 就为啥有啥舍不得的呢 我家人感觉她就是 长得挺高的 也长得其实还行嘛 然后就想让我再珍惜珍惜 然后我也是这样想的 你们家人觉得她个子高 改编一下基因是吧 是 女生是今天来说 要处行 我们俩结婚了 要不然就散 是这意思吗 男生说结婚 你先关心我了 对吧 你先疼我了 你先主动联系了 你先按我的方式 跟我谈会恋爱 咱俩再说 是这意思吧 如果这个都没有 结婚咱就算了 是这意思吧 对 感情还没弄明白的是吧 结啥婚呀 嘿 这你想的挺清楚的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各位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我想问一下姑娘 嗯 除了男朋友之外 有别的异性追求你吗 之前有的 但是跟她在一起后就 也不联系他们 我知道有人向你表达过好感 或者 其实女性是很敏感的 她未必要表达出来 但是你能感觉到 别人很喜欢你 有人追她 我把她删了 哦 其实是有的是吧 是我看得见我感觉 人家就说跟我出去吃个饭 她直接就删了 嗯 那她心理上肯定是 有这个紧张和忐忑的啊 我为什么问这个 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俩角色 在我听起来 好像有一点互换了 男生一直在这叙叙叨叨的 然后说你是如何对我漠视 不关心我 女生自始至终 我觉得你非常冷静 而且我可以说是很冷淡 在这个感情当中 我丝毫感觉不到 你的热情和热度 直到突然听到你说 要结婚这两个字 我也是跟大家的反应一样 觉得有点懵 就我之前对她也挺热情的 但是现在就要找工作 压力可大 然后就感觉还是工作 应该先找 那你不又谈到也要结婚了吗 所以我觉得可能你的内心 还是矛盾的 我分析我觉得女生认为 这个男孩 还不够做你男朋友的标准 你是有这个心理对吗 那我又要问 既然她连做男朋友的标准 都还没有达标 那怎么能达到你结婚的 这个标准呢 我说想结婚也只是想 她答应的就是证明 我在她心里的分量比较重 你只是想验证一下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男生的 所有顾虑 担忧和随道 都是有缘由的 因为她在这段爱情里 感受不到关心温暖 和最起码的一种尊重 所以我建议 你也不要先成家再立业了 你还是先把工作安顿好 然后慢慢地想你们之间的感情 如果你真觉得这个男孩 他并不适合你 不要折磨他 去找适合你的人 我不认为这个感情当中 你觉得他不合适 就是你错 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用一种拉锯站 来伤害对方的情感 或者我们用一个很俗气的话 说吊着对方 我觉得这就是你的错 和不厚道了 做人还是要厚道 谢谢 好 谢谢周青老师 来 火红兄 恋爱中的男女 竟然有一方 会愿经常地联系 我不知道是我的脑子短路了 还是你们的爱情短路了 女生 我很严肃地问你一个问题 你平时是不是时时刻刻 想知道她在干什么 我现在就没有心思 太关心她 没有心思 也就是没有 还有你平时担不担心 她会离开你 就这么多次分分合合 我也觉得她不会离开我 对 也不担心 我能这么理解吗 可以 她在干什么 你也不关心 她会不会离开你 你也不担心 我们说爱情是一种 无法掩饰的本能 爱不爱 心之道 男生很明白 你爱不爱 因为他没有接收到 这样一种强烈的爱的信号 男生对吧 对 对我好不好 我真的能感觉到 这也就是你的这一种担忧 但是等到这样的一种状态下 女生恰恰愿意 和你走进婚姻的殿堂 赵传老师刚才表扬你很对 连恋爱都没谈明白 怎么能不明不白地走进婚姻呢 两个人已经平淡到 像白水一样的爱情 竟然这一方说 我们结婚吧 女生 你要明白 像你们这样的一种状态 一旦走进婚姻 那只是完成了 一纸契约的关系而已 两个人心不在一起 这样的婚有意思吗 所以女生你今天真的要 对自己负责 对她负责 你必须要 想清楚两个问题 一个 你是不是真心的爱 站在你对面的这个男生 第二点 你是不是已经断定 她是你将来的另一半 你慎重考虑 想清楚了 结婚不能随意的 谢谢余老师 就像前面几位老师 和很多人看到 场上这两位 有很大的反差和意外 但是生活当中 有这么一类性格的人 他就是比较冷淡 比如说我的侄子 亲侄子 然后我有时候问她 我说放学了吗 她又发微信给我回答 放 一个字 生活当中有这么一类人 她的回应永远是很少 能少说一个字 绝不多说一个字 从今天观察来看的话 她的话很少 而她内心反应 其实没那么多 就是很平淡 那么再说男生 她的所有的求爱 没办法得到一个 这样比较冷淡的回应 我想告诉你的是 如果我说 这只是她的性格使然 如果你觉得 她就这样 我接受不了 那你真的要换人了 因为在你的诉求里面 你特别希望 当我说我爱你的时候 对方也回应 我也爱你 而不是我知道了 可以 而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你们俩的性格不合适 所以我只对性格负责 你俩不如到这就分了吧 要不然你们都太难受 谢谢余老师 小余老师 是我们这儿最暖的人 其实他直接说结论分手 他怕他们受不了 所以他要绕一圈 给分手找一个 冠冕堂皇的理由 来来来 立总 你不会这么温婉的是吧 我碰到他这么冷弱冰霜的 我也不知道 也不会了 该怎么办了 总有一团火呀 最后都被焦熄了 我就想问一下你 就是你想象中完美的婚姻 你觉得它应该是什么样 就两个人平平淡淡的 养养猫 养养狗 都能花什么的就挺好的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心里边 轰轰烈烈的那种爱情 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 每天你死我活的吵架吗 你死我活的吵架是吧 因为什么吵架呢 就各种小事吵 就因为一些小事 你死我活的吵架 你们俩吵过吗 我这样我俩也吵不太起来 对 所以他不是你那个 要结婚和要谈恋爱的 那个对象 你自己也知道 其实你心里边 还是期望轰轰烈烈的 起码是在那个 平平淡淡的日子之前 你要有一个轰轰烈烈的 你还会去主动地 在篮球场上 找别人要加一个微信 但是呢 你却懒得回一个 他的微信 对吧 总是我要睡 你不是冷漠 他不是那个 你轰轰烈烈的人 那现在呢 其实你是想 觉得轰轰烈烈的人 不一定找得到 我直接进入到 平平淡淡了 但你这个不是 侮辱人家男孩吗 对吧 也就是说 那你也要讲清楚 第一 你是不是确定 放弃人生中的 那种爱的机会了 第二 万一你碰到了一个 轰轰烈烈的对象 你会不会抛弃 而对不起他 好 谢谢丽丽 你不是那个 婚后可以安于 平平淡淡 养猫养狗养花的人 我觉得可以啊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是吗 因为你所有的 都在强调说 我要大学毕业了 我压力很大呀 你要是就平平淡淡地 安于养猫养狗养个花 你没那么大的压力 这并不说明你矛盾 这其实就揭示了 一个最简单的事实 你不爱他 对 你也没爱上他 你结婚的时候 你说了几个话 我看我那些同学 都结婚了 都挺幸福的 你是想结婚 这是句真话 你想跟他结婚 你那句话也是对的 我先试试你再说吧 也许他真答应了 说你嫁给我吧 我相信你不一定嫁 就结婚是你真想 但是真嫁给他还真不是 你感觉到他不爱 你就别再征服了 你征服不了他 我们就是一个核心观点 如果爱就彼此真诚地去面对彼此 如果不爱就把不爱说出来 不要彼此耽误 剩下的事你们自己考量 好吗 谢谢两位啊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如果你能改掉我刚才说的话的话 就是能够足够地关心我 足够地对我好 然后不再就是触碰我的原则性的问题 我还是会想挽回我们的感情 你总说我这儿不好那儿不好 你自己也有很多缺点呀 反正我就是这样 你如果接受不了的话 我们也没必要再继续了 如果你改不了的话 那我们也没办法结婚 我也会考虑其他 我希望你慢慢地改下去 哪怕是慢慢改也行 谢谢两位啊 请回家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有一些什么情感困惑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的官方报名热线 022-2360-6301 来我们的节目啊 不收取任何的废话 小心被骗 来看看这对年轻人怎么选择 请开门 全走了 你看 都明白了 好了 电视机